所以今天是誰有高足球的問題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ndy老師 歡迎收看打高的歌妹 今天這一集要介紹在練習場的 揮竿熱身的過程 那在職業賽過程中 我們選手會提早一個小時前 到比賽場地的練習場 會有一些熱身的方式 它的方式包含到我們會做一些動態的伸展 靜態的伸展 請看 維護VCR 所以一般的球友在打球的過程中 千萬記得不要一到練習場 你就把你的Driver抽出來 然後很猛力的全灰 因為你可能第一個 你的肌肉溫度的作動 其實沒有很高 第二 很容易造成一種傷害 所以建議呢 生長完之後呢 拿出你的切竿 然後呢 做一些短距離的切球 那短距離的切球呢 我們通常會做 譬如說前面一點 大概四五十碼的方式 去做切直 輕輕的三角形的固定好之後 我們做個擺動的練習 那通常我們會把它設定 譬如說三十碼 四十碼 五十碼 慢慢循勁漸進 把你的灰桿的距離增加 然後練完幾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嘗試的 讓你的位置做一些全灰桿的動作 好 再來切乾熱身完了兩個之後呢 我們大概規格兩三下 再十幾下之後 我們就會換到其他的球桿 那換到其他的球桿的時候 有個要因 那我們在賽前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小底基本 那這個小底基本呢 我就會因應 譬如說舉例我可能在三乾洞的時候 我會用到其他的球桿 譬如說六號鐵 七號鐵 我就會在比賽賽前呢 很精準的讓他這個做準備 我在手感上面 我很確定我這個三乾洞 不要太多的失目 所以我在練習場的時候 我就會把 譬如說有一個三乾洞 我會用到六號 我就會很清楚的 我會拿起我的六號鐵 然後多會幾下 賽前有規定說 我們在練習場的過程中呢 不可以拿 較遠的球桿來打球 因為怕會打杯這個練習場 所以我們大部分 在熱身的過程中 就會慢慢越打越長 然後打到Driver 在其他場地 可能會用到Driver 可是現在大會有規定說 因為在練習場 可能只有230碼 可能打太遠 那打太遠的話 距離去球距離太遠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說 好 球飛出去 我們這邊是有規定 我們不能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最遠都用到六號 所以相對 六號熱身完之後 慢慢的慢慢的再練回來 譬如說六號啊 下來最短一點 就是七號鐵桿 那每一次球桿呢 我們都會按照流程 慢慢的再把它練回來 往七號鐵 然後去看一下你在打球的時候的距離感 然後去看一下你在打球的時候的距離感 然後確認你的手感 是不是跟你每次比賽過程中的球桿的狀態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在練場常會做的事情 九號有時候進攻第二竿的時候 會有不同距離的時候 會使用到其他的球桿的距離 所以 剛剛有發現 我打的時候大約會是在130碼 140碼的時候 我接下來要更短一點的話 我就用到其他球桿 再來幾根九號鐵之後呢 我就慢慢的回到轉幹類啦 轉幹類我們剛剛上次 就是上一集有提到的就是切幹 切幹的話 我們再做一些短距離的球桿的切球 然後再做慢慢的回來 手感的練習 短距離的控制 所以在短幹的時候 其實有個很大的要領 就是我們選擇一個目標 譬如說舉例 現在練習場中有一個牌子 那那個牌子呢 我們就很清楚的說 這是我要踢球的方向 然後力量跟距離 還有控制我們的力量的位置 都很清楚的 讓你知道說我要上多高 那這個就是一個在熱身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要領 好舉例 可能我這次修盤 我要打50碼的時候 我會很清楚的上到 右手的位置 我會舉到我的肩膀 下胸口的位置 然後做切圈的動作 接下來我會往中間那個 50碼的牌子 那個方向 往那個地方打 然後力量跟控制的話 我們會把它放在 腰部的高度 然後向前去開 好接下來我做了球肥肝的流程之後 這個熱身玩意 我們接著會到我們的推肝區 做推肝的練習 以上呢 就是我們要來選擇 比賽熱身前的流程 你都學會了嗎 到後面 我們下次見 你只要講下面那個地方就好了 下面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那個地方 Rolling 對不起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記得按讚分享 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燈